回皇宫啊 替我向皇太后问好 知道了 爷爷 您老人家也都保重 那皇太后啊 跟我年龄一般大 都七老八十了 那脸蛋啊 还嫩得跟豆腐似的 等那天有功夫啊 我们俩比试比试 较量较量 看到底是她的功夫高 还是我的功夫高 放心吧 爷爷 我一定会转告皇太后 让她找时间 跟您切磋切磋武艺 以后啊 查我回家看看啊 孙媳妇啊 你得加把劲了 怎么这肚子还这么瘪啊 爷爷 是孙女婿 不是孙媳妇 你就是我的孙媳妇 臭小子 我告诉你啊 不准打你的媳妇 否则的话 我就不认你的媳妇 好 爷爷 来 媳妇 我们走了啊 爷爷 回去吧 哎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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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你表现不错 还操心给我侄子找师父 谢了 你要求我做的事 我已经全部做到了 也算给足你家人面子了吧 是 今天 我给足了你家人面子 你也应该 给我家人面子吧 有什么事你尽管说 昨日 我娘哭着对我说 前几日 她和贵妇去喝下午茶 那些太太们 都笑过她新娶的媳妇 架子大 不孝顺 害她丢脸了 这几日她都不敢出门 所以 从明日起 你要晨昏定醒 每日陪在她身边 好好服侍她 陪她说说话 喝喝茶 也好堵住那些七大姑八大姨的嘴 我相信你能做到的 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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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